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不可以存活的 问题四 家里有巴斯消毒液 也有酒精 请问该怎么用 答案是 巴斯消毒液和酒精对大部分细菌等微生物有杀灭作用 但是该病毒离开人体就没有办法存活 用巴斯消毒液和酒精擦地或者擦物品其实作用不大 问题五 这个病毒可以感染猫和狗吗 答案是 目前还没有 问题六 现在出门除了戴口罩用不用戴一次性手套 答案是 不需要 盼冷就戴手套 注意洗手更重要 问题七 外出活动的话 多戴几层药店里购买的普通医药口罩能不能提高防护作用 答案是 不能 普通活动的话 单层就可以了 问题八 和陌生人说话 距离多远安全 如果不和陌生人说话 擦肩而过会被传染吗 答案是 距离是一方面 重要的是 不要对着陌生人打喷嚏和咳嗽 问题九 可以吃生的蔬菜吗 比如沙拉 答案是 新型冠状病毒不经过消化道传播 所以可以吃沙拉 问题十 几乎不出门 附近没有病例出现 请问 戴普通一次性口罩可以吗 答案是 可以 问题十一 该病毒的潜伏期内有症状吗 潜伏期的传染性大吗 答案是 该病毒的最短潜伏期为一到两天 最长十到十二天 平均七天 医学观察为十四天 潜伏期内有一定的传染性 患者出现高热的现象时传染性最大 问题十二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和普通的感冒 在症状上有什么区别 答案是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主要是发烧 局部呼吸道症状表现通常不重 部分患者会出现严重的呼吸困难和全身受损的现象 这就是普通感冒和新型冠状病毒的最大区别 问题十三 针对新型冠状病毒目前到底有没有特效药 答案是 目前还没有 治疗的原则主要是对症和支持 问题十四 这些感染了病毒能够自愈的人都有哪些特点 感染之后病重去世的人又有什么特点 答案是 自愈跟体质有关 多为免疫功能健全的人 病重去世的多为老年人和有基础疾病的人 问题十五 病人出院之后是否会进行二次感染 出院之后该如何护理 答案是 目前认为不会因为有抗体了 具体该如何护理要根据病人的恢复情况 问题十六 吃普通的感冒药和抗生素对新型冠状病毒有效吗 答案是 无效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